Hello 观众大家好 我是R1VR姐夫 我发现好多人对于VR头显的第一印象 都是用来看视频 看4K高清电影电视剧 看我频道这一类的中长视频 刷短视频 还有看有立体感的沉浸式视频 虽然头显可以做的事 远不止于看视频 不过上飞者有需求的话 一定会有上映的视频复放器APP出现的 例如同时在MetaQuest和Apple Vision Pro 上架的Skybox与MoonVR 这两个APP我之前已经有做过视频介绍 都是挺好用的视频播放器 不过最近我在找一些4K原版资源 打算放到头显里看时 却发现这两个APP都不支持播放 然后就找到另一个播放器 4XVR可以支持4K原版以外 还支持蓝光3D解码播放 完美符合我的播放需求 今天在这视频 我们就看一下4XVR在Fission Pro上 看蓝光3D的表现如何 以及怎样使用这个播放器 那我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吧 好了 现在我们打开Fission Pro 里面的4XVR Player 不是这个主界面 对 就是这里了 它主界面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点开一个 这个IMAX的试骗来看看 给你们一个3D效果的震撼 我们就在一个虚拟影院里面 效果会比露屏的会更加震实 而且有一些黄金光的反射 可能露屏会没有那么清晰 但是会有一些细微的黄金变化的 刚刚我示范的就只是一个普通的MKV视频格式 那我们打开一个3D圆盘看看吧 黄太平洋的3D圆片 调到我最喜欢的那一段 就是在香港打斗的那一段 非常的震撼 一个五颜六色的香港 被逆红光感染了 哇塞 非常的棒 然后你看 这个打斗 哇 我觉得其实这个播放器 对于这些视频的质量 有很大的提升 哎哎哇 哇 刚刚那个你看到吗 有一个3D效果 哦 不是 露屏应该你们看不出那个3D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切换不同的环境 例如现在这个在太空里面 或者是我们回到一个现实的空间 哎 都可以的 因为露屏只能录一个我单眼看到的视觉 所以你们翻看的话 是应该看不到这个立体效果的 所以只能自己亲自体会一下 我们再看其他的3D圆盘试骗吧 例如说这个 World War Z的圆盘 Warsight 非常多的僵尸在这里走来走去 很恐怖的 但是还有那个立体感 末日感非常强 我觉得最好的效果还是在一个虚拟影院里面看 非常非常的棒的 我觉得这个Forex VR播放器是对视频有一个加成的 这好像有一个程序帮他弄得更高清一样 我觉得播放出来已经不只是1080P高清了 播放4K圆盘当然是没问题的 例如这个我最爱的名片《样子弹飞》 给你们看看 如果跟我家里面100寸投影的尺寸效果对比 可以拉一下 先拉到这边来 然后放大 拉大一些 就可以拉的比100寸投影更大 更震撼 如果一个人观影的话 其实Fision Pro还是挺不错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4X VR 其实你是有几个方法可以导入你的视频的 一就是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在你本地里面导入任何的视频都可以 ISO或者是任何的MP4、MKV格式都可以 或者在图库里面导入都可以 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本地看的 我们可以下载4X Lake客户端 直接按Fision Pro连接你电脑上的客户端 来看电脑里面的视频 这个应该会更方便的 不过我个人更偏好是直接连上NAS 来看我自己存在NAS里面的视频 什么格式都可以打开了 例如说 这个是我用Insta360 OneOS的全景相机 拍摄的一个全景的视频 那当然你们想到的那种视频 也是可以看的 它是包括多种的视频格式都支持的 平面的、立体的都有 你们想到的都可以选得到 所以挺方便的 你可能会说 4K圆盘动辄都要几十Git 如果你的Fision Pro本地空间不太够怎么办呢 可以使用 ForexLink SNP或者Webdev来连接 不过我是使用ETB的版本 所以没有储存空间的烦恼 直接从网盘下载下来 带到全世界看 这么多网盘里面 其实我是强烈推荐用115网盘的 它可以直接下载到Fision Pro里面的文件夹 115的download文件夹里面 选上你想看的视频 按一下导出 就可以马上载入到你的4XVR里面了 非常的方便 我们打开看看 是最近我最喜欢的史诗 我最喜欢他们这一段的跳舞的开头了 太带劲了 眼见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在虚拟影院里面 我们周围是被几张海报包围的 那些海报我们也可以替换 我这里做一个示范给你们看 例如说我在晚上找到了一张海报 把它撒载下来 这是最新异形的海报 非常喜欢这套电影 在照片里面打开 然后分享到文件夹里面 储存到文件 然后我们要找到4XVR里面的 Poster 4XVR文件夹 一定要放到这里 然后把它改名字 我们改成Cinema01 这里改到08都可以 01就是在你右边的那一张 然后08就是在你左边的那一张 然后同时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 我们要快速操作 然后把它转换格式成JPG才可以 因为有一些海报 你下载上来可能不是JPG格式来的 然后4XVR有可能会读不出这种海报的 然后你强制推出这个4XVR 再重启一下 马上我们就能看到海报 在我们的右边出现了 就是这么简单 我用上来觉得4XVR在看原版ISO的体验是真的强 可以最大发挥出Fision Pro观影的强项 而且支持原生Web Depth 可以把播放器跟网盘互联 例如115网盘 阿里云盘 跨客网盘等等 直接播放网盘里的视频 不用上载到本地再打开看 4XVR除了在Apple Vision Pro三家 在其他平台也有上 例如MetaQuest Pico 除了屏幕表现没有Fision Pro那么顶级以外 体验跟Fision Pro版本基本上是一样 为了有更多人可以体验到用VR头显看3G原版的乐趣 我会分别送出4XVR的Apple Vision Pro版本 与MetaQuest版本的Key各4个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评论区里的参加长情 祝你好运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 我会在下方留言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就是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这里是常玩VR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音乐造船的XVR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